去俄乌战争来关注的是 俄军对赫尔松发动十月大轰炸 短短24小时就轰了多达71次 发射近400枚的炮弹 一辆白色休旅车被轰得像是马蜂窝 满是大小不一的弹孔 地上都还是炮弹残骸和血迹 卖车的展售中心也被炸得狂冒浓烟 玻璃碎满地 炮弹轰炸引发的火势都还没扑灭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处处都是被炸得粉碎的民宅 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做的好事 十月才过没几天 俄罗斯就对赫尔松发射了至少392枚的炮弹 炮弹不长眼 至少七十一次的攻击 这四次被离开了 这次被炸掉了 然后我被炸了 民众惊魂未定 无奈地看着家园权威 我还没死 你觉得我没有死了 我还没死 我还没死 整个赫尔松市区游如遭龙卷风破坏过的灾难现场 但是俄罗斯会加大对赫尔松的轰炸 是和前线失利有关吗 乌军第36陆战旅在乌南用自杀式无人机炸掉了俄军坦克 还在巴赫尔特附近的阿夫迪夫卡 用多管火箭炮攻击俄军的自走炮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2023年以来截至9月25号 乌克兰一共夺得了143平方英里的土地 俄罗斯则是331平方英里 而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俄军攻占的土地面积 仅相当于乌克兰领土面积的0.08% 代表乌克兰反攻虽慢 但俄罗斯的攻势也同样缓慢 但现在乌克兰最担心的是 开战以来的靠山 美国会随时断金元 因为美国临时支出法案 剔除掉原本要给乌克兰的60亿美元资金 这代表乌克兰前线会断吹吗 因为现在不管是白朗宁 M2重机枪还是海马斯 都靠美国供应 资金正式卡关 就怕日后军援也会被美国两党分析给阻挠 尽管乌克兰相信状况没到那么糟 美国至今军援超过450亿美元 可以说是完全牵动乌克兰反攻计划 要是一个卡关可能全盘皆输 不过与此同时 欧盟外长齐聚基辅还破天荒 首次将外长会议搬到欧盟边境之外举行 就是要力挺乌克兰 欧盟承诺会给予乌克兰长期的安全保证 斯洛斯基顺道开口要防空系统 继续为秋冬作战做准备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斯洛伐克大选由亲俄派胜出 过去北约一致力挺乌克兰的联盟 可能出现破口 秋初迷彩服上的毕章和蓝黄乌克兰国旗 乌军释出这段最新影片大抢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士兵一个接一个 跳出来说自己是为了捍卫祖国 奋勇杀敌 还向俄军喊话 你们真的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战吗 在战场上战斗的俄军第488军团士兵 则是拍影片向俄罗斯国防部长 萧伊古哭诉 说好的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他们指控前线伤兵现在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根本没有人来救治他们 另外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 尽管普清祭出两倍的薪资待遇来征兵 原本月薪三点五万卢布 大幅增加到七万卢布 大约两万多块台币 但包括克里米亚灾内的二战区 都没有人愿意上战场 因为害怕乌军逐渐加大的攻击力道 不知如此 俄罗斯境内近期频频遇袭 为在南部的罗斯托夫市 一处军服工厂 遭轻污的游击队攻击 厂区冒出烈焰浓烟 为了补足兵力荒 填补阵亡官兵的缺口 莫斯科持续从古巴征求志愿兵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募兵人员 透过通讯软体WhatsApp 来找愿意上战场的古巴青年 许多人只为了求饱餐一顿 这张生死状就这么签下去了 因为这里工作人员 这里25.000件事 因此大家都说 我选择这些 我没有胸在 Cuba 但是他们知道到哪里 他们知道完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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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知道完美的地方 曾执政十年的斯洛伐克前总理费克 在9月30号选举中再度翻身 亲俄立场明显的他 以22.9%的选票赢得大选 斯洛伐克政坛变天 北约挺屋联盟 开始出现破口 菲克在胜选记者会上明确表态 他所属的方向党 不会再继续对乌克兰军援 但方向党并没有夺下国会多数席次 接下来必须筹组联合政府 想切断对乌克兰的军援 还是有变数 对于这个结果 欧盟早提出警告 但克里姆里高说 没有所谓的侵俄派 不过菲克上台后 斯洛伐克恐怕跟北约成员国意见相左 这或许正是普清所乐见的情况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我国多款对美军购被延后交货的状况 能出现转机吗 台美国防工业会议正在美国围吉尼亚州进行中 消息指出代表台湾率团与会的国防部副部长等人 再次当美方官员表达立场 托使标枪人稀式飞弹或是F16V等主战装备 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付 状况如果不能缓解 是否还有备案 双方是该好好当面继续谈 一年一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现正进行中 维吉尼亚州的会场里 议程低调不公开 与会的我国智库学者也只能概略描述气氛 细节不宜对外披露 可是从双方这些重要人士的谈话都可以看得出 美方还是持续的坚定支持台湾 就像是用坚如磐石的这个关系来形容 那台湾的部分也除了感谢美方的 近年的一些支持之外 也展现自我方位的决心 不方便细说的恐怕就是有盟军事援助 特意军官出身 投身研究国防资源和产业的学者 回顾去年出席所见所闻 背景的情境大同小异 去年会议重点是在于 他们的美国的国防供应链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防的采购订单 他们有所延时 那在美国他们也有提出来说 他们有成立所谓的老虎队 就专门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 看出来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 徐安普将军也在今年也提出了 类似的问题需求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问题 并没有一个完全彻底的解决 当美国国务院 国防部 AIT和高阶将领都齐聚一堂 把握机会 比清问题 才能解决困境 会议为期三天 四场会谈 从重新评估 台湾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视角开始拉大 开始触及了美方的台湾 房屋政策如何改变 怎么扩增沟通管道 接着重点讨论 双边房屋合作遇到的问题 最后则是仔细探讨 资讯站和网络安全 消息指出最大的差异 和今年的汉光演习重点 相互呼应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关键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他们看到 台湾在这两个区块 是有需求的 相对的国防工业 可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美国的厂商 他可以借有此机会 提出他的solution 那我的看法是说 我们自己台湾这边的能力 也不弱 那我们的厂商 是否也可以参与其中 提供我们的input 甚至参与他们的solution 这样子的话 变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不是只有我们 作为采货方 我们也可以作为供应者 会议名称顾名思义 就是产业交流 由美台商会主导 绕开政治敏感 增加对话机会 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大概2008年 2009年刚开始召开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跟美国之间的 军事交流的管道非常的少 相关的会议也很少 所以透过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举办 那创造了一个场合 让我们跟美国主管国防政策的高阶官员 可以在华府以外的地方有碰面 摊开现行的台美例行会议 从国家战略层级的蒙特瑞会议 到执行面的国防监讨和安全合作 今年更首开的国安高层会谈 双边交流明显胜于以往 但不论是哪层面 大多是台湾单向接受指导 特别是防卫构想 各种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讨论 还有就是相对的增加台湾的这个韧性 也是一些重要的议题 就是趁着不对称作战 美台商会会长韩如波身为会议 当然要脚 过去就曾批评美方对台的主导性太强 用意不外乎试图改变美国当局军售方向 这回会如何建议挺台备受关注 即使是美国的执政的党或者是说共和党的话 事实上面都非常重视这一块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外交政策或者说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经费的来源都靠这些军火商来提供一部分的来源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国内呢 军事和政局关系密不可分会议双方各有盘算 我方代表能不能尽力争取利多 结果和台湾未来的防务规划息息相关 特斯拉公布了第三季的交车量 不止低于市场预期也比上季少了7% 同时间大陆车厂比亚迪则销量创下单机新高 电动之龙头特斯拉在挪威冰天雪地 一排测试片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挪威人 对电动车接受度超高 占了整体汽车销量的八成之多 不过特斯拉受到部分工厂停工升级设备的影响 最新公布的Q3交车数量低于市场预期 只有四十三万五千零五十九辆 和上季相比减少7% 尽管如此特斯拉仍强调 今年一百八十万总交付目标不会改变 特斯拉现在还得面对大陆车厂比亚迪的追改 因为比亚迪第三季纯电车销量 来到四十三万一千六百零三辆 和特斯拉的差距缩小到三千四百五十六辆 大陆电动车界补贴压低价格 欧盟不久前表达忧心 只是原本带头提倡能源转型的英国也自乱阵教 英国首相苏纳克坦言怕失去明星决定延后禁售燃油车的政策到2035年 在美国能源政策同样成为选战焦点 如何平衡电动车转型并保障就业 成为美国政府的烫手山域 目前美国汽车工会的大罢工 持续近三个礼拜无法落幕 员工自认加薪40%的诉求很合理 但资方无法轻易买单 现在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都加入战局 炮轰要求加薪40% 等于是把通用福特汉克莱斯勒推向破产车道 甚至难以抗衡中国市场的竞争 新能源汽车从零到一千万辆 我国用了15年的时间 而达到第二个一千万辆 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大陆官媒不断宣扬国产新能源车蓬勃发展 但真相不如表面这么风光 从充电桩短路起火到电动车不断增加的自然现象 都显示大陆自产电动车的品质没有很稳定 现如今这些出现问题的车辆 由于无法及时得到维修 只能租快场地临时停放 中国多个城市甚至出现电动车坟场 镜头前这个场地的受害者是一名租赁业者 他说2017到2018年先后购入300多辆的长安新能源车 每量虽只要5万人民币 约22万台币左右 却在行驶短短半年就发生故障 由于等不到维修 这些故障新能源车只能停放在空地 任凭杂草重生 先前大陆也爆出车厂为了骗取补贴 匆忙造出劣质电动车 这些现象都凸显出 大陆市场巨大产量下隐藏的虚胖体质 到头来消费者又成了冤大头 点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充电车还要考量消费者会不会购买的原因 就是在于公共的充电桩 有时候要大排长龙 要充到电要等好久 来看看业者推出全台首座移动式的充电桩 电动车开进停车场 这里刚好没有充电桩 车主打开手机滑几下充电桩一秒现身 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 车主们有个共通点叫做里程焦虑 到了休息站 百货公司 卖场 普遍就是充电桩不足 我们都要排队 一排就是20台30台 比如说好了 我今天到了一个风景区 花莲或台东 那种四焦 然后我到了这个定点 我游戏完之后 我要到饭店 然后我的店又只剩下20% 我会有里程焦虑 所以我就需要至少可以补到30度或40度电 电动车是趋势 但车架充电便利性是两大痛点 现在不是所有的停车场都提供足够的充电桩 但电动车的车主想要充电的时候该怎么办 现在就有厂商研发移动式的充电桩 透过手机APP 充电桩就会移动到车子旁边 提供给车主充电的功能 出门在外快充站难寻 专属车位森多粥少 家中想自行设置充电桩 也面临社区施工不易的困难 或是管委会意愿低 另外电量承载也要考量进去 今天有一百个住户 你都有一百个车位 对那一百个车位说 但是我的我的溃电 就是台电来到这边的溃电 我可能只能装五个或者到十个 那当然我可以全部都装 但全部都装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都吃不饱 我说可以装的上 就是基本上是那种所谓的 慢充的一个小时7k瓦 就是七度电的那种充电设备 就是慢充的部分 我七度电我能给几个车位 如果我一百个 我可能能满足20% 但80%是没办法满足的 所以短期内政府也在修法 希望说修改大楼管理条例 我们政府能够多鼓励 社区大楼来建置 甚至于可以跟他计算 这是绿建筑或者碳 你越在自己家里 从你的对外面的需求 就会稍微降低 欧盟建议标准 每两台电动车就应该有一座充电桩 去年台湾共有3.6万台电动车 公共充电桩只有7700支 其中有6000支是慢充 离欧盟目标还有1.1万支缺额 设置的时间确实很慢的 那很慢的原因我们就去探讨说 就问到充电桩的业者 你们设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那他提到了整个是国家电网 区域电网的问题 然后造成说他们要设置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障碍 那以至于说不是他们不愿意 不是机器来不及 而是整个电网供应的问题 然后整个电网如果拉下去 脆弱的问题 所以才有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 去想说去解决这个问题 移动式充电桩 能突破充电桩短缺的困境吗 目前所研发出的机器人 采直流快充技术 30分钟充电到8成满 与原本的充电桩相差12倍 单日可服务8到10辆电动车 电动车的发展会成长得非常快 因为它已经突破10% 这个根据消费者的这种心态 还有车厂的一个竞争下 我相信会成长得快速 所以装也会要成长得快 但台湾面积小 移动充电桩的运用场景有限 加上造价不低 经济效益要再评估 但是问题是台湾就是比较狭窄 所以那个机器是没办法 走到车道里面去 就是车与车中间 也就是说它旁边是个空地 那就其实就浪费了一个停车位置 那我们台湾是地载人丑 所以车子也多 所以基本上是车子病着车子中间的 所以放到前面去的时候 反而需要人去拉 有些就是自动擦枪装 这也是新的需求 因为将来的车子可能会自己找车位 那自己找车位越来越智能以后 可能就需要那种自动擦枪的装 这个也是国际目前正在发展的装 政府平静零 2040年新车百分之百 要是电动车 在这之前得解决充电问题 TVBS新闻全有想 万好与新辈采访报道 这间十点不一样精神 来看看大学毕业后 到底要不要继续念研究所呢 人力银行就调查几个热门学群 发现部分职缺硕士毕业生 跟学士毕业生的起薪 差了将近两万块 我现在做的是 有关聊天机器人的部分 我最近的案子跟这个有关 我现在在开发这方面的程式 40多岁的廖先生 是位资料工程师 中央大学资工所毕业 入行十多年 年薪过百万 当初会选择继续就读硕士 除了起薪较高外 出入选择也比较多 大家其实都会关注薪水的多寡 那其实很明显 现在公司行号在征求员工的时候 那个大学跟研究所的起薪 就会不一样 对 那如果当然如果多两年的学习 不只学到知识 之后你的起薪也比人家高 那当然我就会觉得是有 是可以念的 我还有一杯的美式 另一位徐先生今年28岁 台中科技大学资工所毕业满三年 目前担任后端工程师 他说取得研究所学历 能替自己的职压加分 那个时候如果说以台中普遍 资工系大学毕业的话 大概是落在25到28 大学毕业在台中那个时候 就是大概2017年左右 硕士毕业的话 普遍大概可以开到40K以上 以硕士跟学士的薪资 基本上一定会有差异 第二点 如果之后你想要去走类似管理职 或是你想要去带一个team 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你有学历会比较容易去说服别人 但因为你有硕士学历 所以你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所以你可以去带动 这整个团队的工作 像是资通讯工程学群 除了半导体设备工程师外 要求硕士毕业的比率超过五成 数位IC设计工程师 硕士比率更超过80% 研究所确实已成为 想投入这些高薪职务的基本资格 大学毕业后到底要不要继续念研究所 人力好就统计几个任门学群 发现部分的职权有了硕士学历 毕业后可以加薪两万元 有了职权甚至把硕士学历 列为基本门槛 观察近五年毕业的资通讯工程商馆 三大学群的硕士毕业生 第一份正职工作 起薪中位数分别是五万和四万两千四百元 其中数位IC设计工程师 月薪中位数七万三千五百元最高 半导体设备工程师也有六万元 商馆学群最高薪则是储备干部 五万三千四百五十元 比学士月薪中位数高出了两万元左右 可以发现职务专业度复杂度越高 月薪中位数也较高 大学部跟硕士班的同学 毕业之后薪水可以差到两万 那比较少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大概也会差不多差到五千左右这样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半导体 那现在很多大公司要做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现在AI职务不断的有 所以大概这些职务的话 他们愿意花比较多这个薪水 那招比较优秀的人产 另外求职网调查 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的企业表示 硕士学位是求职的加分条件 更有百分之二十六点九的企业透露 若有国外学历 在面试时也会有加分作用 尤其在科技金融业或是生化制药业的领域中最常见 除了要求硕士学历这种科技业 金融业或生化制药业 除了要求硕士学历的职缺越来越做之外 很多甚至希望你是有这个 国外流外的这种硕士的一个经历 一些研究所毕业生 他能够拿到比较高兴的这个工作 其实就是因为企业 他们需要的人才的这个标准 他的专业门槛是比较高的 而且你进来之后 我对你要求是比较多的 那相反的如果说他一般来讲 这个可能门槛比较好 他强调就是说 你赶快进到这个产业 去累积这个食物经营的话 那说不定 你还是可以先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资产 等到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你再回到研究所 来去学你想要学的这个东西 硕士学历能替履历镀金 但若只想单纯写学历 而盲目投资时间和学费 反而无法替自己的职压加分 TVBS新闻 严瑞生刘彦宣台北采访报道 今年来天坑事件频传 或者是经常出现建案施工不慎 导致民宅倾斜的意外 也让民众开始担心居住安全的议题 抢着与台北市长蒋万安握手 设字岛居民高喊加油 期盼开发案早日实现 设字岛开发计划延宕多年 历经防洪计划都市计划后 目前已通过环评 只剩区断征收最后一里路 但仍有居民强烈反对 担心高密度开发 会让大直房屋下陷的恶梦在设字岛上演 对于区断征收工程 我们一定会做好填土 以及地质改良 一定是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 目前台北市的五年 降雨的强度的保护标准是78.8厘米 那将来我们是它的1.44倍 也会达到113 设字岛防洪规划是重中之重 因为当地位储淡水河 基隆河交汇处 水患发生频繁 加上又是土壤异化高风险浅市区 一旦强震来袭 土壤异化就会噩梦成真 自身土木技师邱达昌解释 其实双北许多区域都跟设字岛一样 属于类似地质 但透过工程手段都能防止强震时 土壤异化发生几率 比如说楼层数很高 或者地下室有多深的话 那有多少重量传递到这个土壤上 那当土壤发生异化的时候 它并没有这个能力去承受 建筑物上面传递下来荷重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透过一些工程手法去解决 那这个是在设计中 必须被考虑的一环 也就是我提到的 所以采用机装 采用连续壁 来自于采用地质改良 都可以解决土壤会异化这方面的问题 双北有许多区域面临土壤异化高风险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不止一次警告 全台湾一半以上人口过渡集中桃源以北 最怕强征来袭 老旧建物倒塌 对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李鸿源表示 十年前他担任内政部长期间 曾与水保局 水利署 地调所 营建署 联手制作台湾风险地图 希望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 能慢慢分散往外搬 未来台湾土地使用标的 是根据你不同的灾害等级 然后慢慢地把住在危险地方的人 把它换出来 坐落在危险地方的基础建设 把它换出来 30年 这个才叫做前瞻基础建设 土壤异化的高险区域来讲 一般都是会在 这些基隆河 信殿溪 这种河道的两旁边附近 因为它地下的土层很多是沙城 那就比较容易 所以这种区域就要特别注意 大台北盆地 还有高雄 屏东这个都会区 这两个大概都属于这种 这种条件就是 那没有的是台中 台中市 台中市区那个里面 它就是鹅卵石 所以它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近年来频频出现 建商施工不当 酿成林宅倾斜损毁的事件 另外从台北 新竹台南到高雄 出现天坑的状况也实有所闻 台大地植器退休教授陈温山分析 天坑和住宅毁损 多半属于人为因素 若未来施工能更细腻 或许可减少类似災害 它如果设施各方面弄得不好的时候 那下雨的水会渗到里面去 渗到里面去的话 如果你这边的地方里面有水 可以让它通道流动的话 它就慢慢把你五公尺以内的土层 沙层就流掉了 流失掉 流失掉 所以它就会空 空它最后你 那波友路面承受不了 就垮下来 我们真的不能再把人塞进双北 年轻人回到中南部去 但是你回到中南部去 你要让他在中南部有工作 那你要让他中南部有工作 最简单的两个是叫迁都 迁都工程浩大 不过人口破千万的印尼雅加达 因为地层下陷 空气污染 将从明年开始启动迁都作业 反观同样未处地震带的台湾 相关讨论人流于纸上谈兵 八字每一片 TVB的新闻 李黄龙 戴源立台北报道 这几年就会交通服务 范围越来越广 包含了APP的轿车系统 租赁或者是到出游的包套行程 都越来越便利 现在也有汽车品牌 跨足智慧交通服务的市场 打开轿车APP 确认乘车资讯 也能提前预约搭乘时间日期 不用站在路边拦乘车 运输服务越来越便利 现在搭乘计程车 都透过手机APP就能轿车 现在整个服务在升级 是透过交通行动服务 MAS可以整合 包含上市出租 还有共享租车 以及到出游的轿车 都可以一键搞定 不管是国外的 日本的旅游 或是台湾的 在地的国旅 都可以用这个APP 来做行程的建立 到这个景点的话 我只要按下去 按下建议路行程 他就会自动推荐出 他会最适合建议 在行程里面的哪一天 在平台预定国内外行程 接着也有交通资讯 安排最佳路线 国外有配合订车服务 而在台湾就可以利用平台 直接导入轿车 租车等等功能 好那假如我现在从台南的这个点 要到下面这个景点 他会代初告诉你说 这边可以建议用YOSI的服务 并且把我们的上下车点都带入 单一平台对于多元运输服务的整合 就是交通级服务的概念 也就是MAS 这几年汽车事业积极投入 透过旗下车厂租赁结合 重新定义交通服务 1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共享的汽车 那是租润的部分 那20年的时候我们在补足另外一群 他没办法开车或不适合开车的 就把这个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交车平台 也成立了车队 把这一块再补足起来 等于是移动服务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旅游规划的一个APP 那等于是把前面做的这些MAS的服务 通通整合在一起 以日系车商的交通行动服务来看 租车目前会员数大约155万 汽机车数达到1万2千台 而轿车平台的会员人数 目前也达到90万 车辆数大约7300台 运用集团本身资源 要把MAS扩大版图 先从广再上下延伸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MAS 最重要的是一个使用的情境 可能第一步会在共享 那共享然后下一步再结合 地方县市政府的一些公共运输 然后从这个都会去到偏乡 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的话 会是大家所期待的 另外本土汽车制造集团 也跨足移动服务事业 携手轿车平台 将汽车租赁 自驾或副驾的出行服务 以及车辆保养维修等等 用车服务做整合 直接吸纳轿车平台的 360万会员人数 以及1万2千名的驾驶 未来整个MAS的发展 不是只有单一个厂商 可以单打独斗 而把整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好 它需要集结更多不同的行业 包括垂直的分工 包括水平的这些的整合 都需要更多的厂商一起 这些汽车行业的龙头 他们也不是诉求 自己就可以把MAS的生态系建构起来 而是强调一个所谓的打群架 发展MAS要强化既有的资源 更要扩大版图 但并要做大就不能单打独斗 以车商来说 补齐缺少的出行系统 停车服务 把运输当作服务业经营的一站式构组 而最终目标也要导向永续经营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思考 如何提供满足人们出行的服务之外 又能够去符合所谓的ESG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你不再拥有私人的运具 大家多去使用所谓的大众运输工具 不论自驾或是大众运输工具 都不断朝智慧化迈进 而随着民众的使用习惯改变 也催生出新形态的交通行动服务市场 TVA新闻朱光宏 刘君台北采访武道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施打 尤其最近不少社区有多种病毒同时在流行 进入秋冬季节病毒比较活跃 尤其小朋友开学之后 大家一起上课更要小心 698万剂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正式开打 卫福部疾管署这次共有四家厂牌施打 分别为赛诺飞 国光 台湾东洋 以及高端各品牌流感疫苗制成 适用年龄或副作用表现各有不同 全数都已经通过消除严格审查 四款流感疫苗在访单资料的不良反应表现都符合规范 民众可以安心接种 自分疫苗的选择还多了一个GSK的葛兰素疫苗 而其他的进口型疫苗是提供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 作为施打的一个对象 而这些新型的四架型的疫苗又可分成两大族群 一种是属于传统的极胚胎型疫苗 另外一种是属于新型的细胞型疫苗 而新型的细胞型疫苗它的优势在于 它能够提供比传统极胚胎型的疫苗更好的保护力多了10到30%左右 而且它的保护期限也更长一点 可以高达6到8个月 这是在选择疫苗的时候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 流感疫苗厂牌非常多种 有些是用在6个月以上 有些只用在3岁以上 要观察临床试验的适应症 不同厂牌的疫苗 其实都有相当的保护力及安全性 即使最近得过流感还是可以再接种流感疫苗 另外今年也扩大到65岁上老年人施打公肺肺炎烈酒菌疫苗 降低年长者因感染肺炎烈酒菌导致严重并发症或死亡的风险 包括一剂13架结合型肺炎烈酒菌疫苗 及一剂23架肺炎烈酒菌多糖体疫苗 其实国家也有提供预防注射的机会给有6个月以下的孩子的家长 所以只要您大家建设手册 都可以到医疗院所接受流感疫苗的吃打 疫苗注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最近不少社区有多种病毒同时在流行 之前新冠疫情期间全民防护很好 但也造成了现在的免疫负载 疫情解封后个人防护较不严谨 进入秋冬季节病毒较活跃 尤其儿童开学后大家一起上课 更造成互相传染 近期常见流感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 腺病毒 负流感病毒 甚至还有新冠病毒及肠病毒等 医师警告一定要特别注意 建议施打流感疫苗 降低感染风险 这些病毒感染初期 共同的特征就是高烧不退 病毒不容易区分 流感性病毒可能会高烧一星期 发烧合并取成肌肉酸痛 可能是感染到流感了 呼吸道融合病毒主要的感染对象是5岁以下的儿童 特别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 严重可能会导致呼吸急促 不过绝大部分病毒都没有疫苗来预防感染 万一得到是靠自身免疫力来康复 最近四周以来流感的疫情依然居高不下 根据疾管署目前的统计报告显示 98%还是以A型流感为主 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还没有进入流感高峰季节之前 流感的疫情已经相当的严重 所以一旦迈入了秋冬之后 可以想见的是这波的流感疫情将会来得又快又急 所以赶快施打流感疫苗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面对流感突袭也要同时防御新冠病毒 医师提醒今年针对年长者提供 左剂型的新型流感疫苗 保护力长可高达一年左右 针对六十五岁以上的年长者 能提供更好保护力 进入流感季节 各年龄族群民众 务必要把流感防护做到最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